为在台北市大直地区的金国七海文化园区 因为疫情政策逐渐解封 最近开始每天都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参观 金国七海文化园区历经了七年的整建 呈现以人为本的现代空间 强调低碳节能和大自然共存的规划设计 成为台北市的人文新地标 才是金国先生的故居 那这个故居呢 也是金国先生唯一保证的一间住所 金国先生38年来台湾的时候 玉姆是住在这地方 他第一个住的地方在长安东路 是哪个好菜 那金国先生在这里是住的第二久的地方 他住的最久的地方长安东路坐了20年 在今天金国先生58年一直住到77年 他过世住了19年 方良女士继续住住到美国93年 所以他们夫妻两在这个御所 总共住了36年的时间 由于七海御所内部不能拍照录影 但透过导览人员详细解说 并且亲身到里面参观 感受到金国先生和蒋方良女士 一生朴实无华的风范 之后再沿着湖边走到 蒋经国总统图书馆的陈列厅 介绍金国先生生平事迹和家庭生活 那在我们整个成长的天当中 各位我们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分界 左边这边属于比较高兴性的介绍 介绍金国先生他的从政生涯当中 每一个重要年代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碰到的困难 右边这边就强调他的家庭 比较柔性的 柔性的展示方式 把他家人的生活放在这个地方 民国75年 华盛顿邮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 叫格兰姆女士来访问金国先生 金国先生在那一次的访问当中 主动的提出来说 我告诉你 我们很快就要解除戒严 而且我们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要把那个什么党禁也什么开放 让民众可以来主导 民国76年他开放大陆探亲 这是金国先生作为他对那个农民的承诺 占地3.98公顷的金国七海文化园区 承袭了市定古迹和珍贵的台湾历史资产 并结合周遭建坛山以及七海潭自然美景 成为融合古迹图书展览 纪念兼油器的文化空间 让台北人多了一个散步寓教娱乐的好地方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